不久前提過柳葉刀這個報告 現在跟大家詳細再分析一下 為什麼我們中國人的飲食結構 會造成這麼高的死亡率呢? 因為柳葉刀The Lancet 它發佈了195個國家 它的地區飲食結構造成的死亡率 和疾病負擔報告 報告顯示2017年全球有1100萬人死亡 和食有關 就是說全球每5個人之中 就有一個死於不健康的飲食 就是說全球有20%的人 吃飯吃得不正確 這個比例在中國是更加高的 中國因為這個飲食結構問題 造成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 癌症死亡率是世界人口 前20大國之中的第一名 大家聽到一定很震驚 所以你繼續要留意我們要怎麼改善 而根據這個顯示 2017年全球因為吃得太鹹 而死亡的人口 達到300萬 和雜糧吃得太少而死亡 也是300萬 而水果吃得太少的就是200萬 那麼全球近20%的死亡案例 而是因為吃法不對 所以導致這個情況出現 那麼我們中國人導致這個問題 就是吃得太鹹 插糧太少 水果太多 而正是這三樣就造成50%的死亡 而我們日常時事警惕 高油、高糖、紅肉、加工肉類 這些反而在死亡名單裡 是比較厚一點的 我們知道這麼明顯的提高我們的死亡率 這個飲食是不好的 我們怎麼去改正它呢? 既然知道是吃得太鹹 不夠雜略、不夠水果 我們就在這方面改善了 所以第一樣首先就要 減低你的鹽的攝取量 我們中國人在這個蠟方面的攝入 大部分是來自食鹽的 所以建議大家在你的餐頭煮飯的時候 盡量不要加太多鹽進食物 就可以減低你的蠟的含量 同時減少你進食的 鹹酸菜、梅菜、渣菜、冬菜等等 用鹽醃製的鹹魚等等 都是蠟很高的 罐頭食品也是蠟高 所以在這方面盡量減少了 就會少一點蠟 而在我們中國居民善食指南 2016年推薦每天的蠟攝取 要少於6克 而柳葉都要求更嚴格 最好標準在3克左右 而根據柳葉都的統計 中國居民每天攝取鹽平均 是在8克以上 而在中國居民善食指南解讀 曾經提過 2012年的統計調查顯示 中國居民每天攝取鹽的平均量 是10.5克 是遠遠超過3克 這個差不多是3倍多 所以我們中國人 真的在鹽方面攝取 真的太過量了 所以希望大家以後口味淡一點 第二 就是多吃點水果 根據柳葉都的推薦 每天的量最好是250克左右 即是大約是半斤 其實吃一個蘋果一個橙 已經差不多可以得到這個數量 特別是中國那麼多水果 應該選擇是很多的 所以知道因為小吃水果 會導致你容易早忙 大家為健康喜見 有空在你小吃的時候 就加多點這些水果 第三 就是用雜糧替代精米白麵 每天的攝取量 雜糧是建議125克 其實不是那麼多 但是很奇怪 全球各區的地方的差距 在這方面是很大的 但反而中國在這方面 是容易達到這個目標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會用 糙米 雜糕加進白米飯 煮的 至於第四點 就是健康的飲食習慣 不可以鬆懈 什麼健康飲食習慣呢 就是一天三餐 最好是定時定量 而那些高油脂 高糖 紅肉加工的肉類 是少吃一點 你在這幾方面配合到 你因為吃得不好 這個漏雜就會改善過來 就會減少 因為飲食不當 引致心血管和癌症的死亡 已經成功了